欢迎大家来到硬汉减速带 今天的裸拳格斗将会非常的精彩 看完今天的比赛 如果你觉得不精彩 直接在评论区骂我 今天的比赛来自俄罗斯战斗民族 全拳道路的最后 酣畅敌你的打斗 一定会让你大呼过瘾 下面的时间 我们来介绍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格里耶夫今年25岁 身高182体重64公斤 今天的第二位选手现在登场 他叫弗洛尔 现场的音乐和灯光还是比较到位的 大家来仔细欣赏一下 弗洛尔24岁 身高178体重64公斤 双方选手已经走进了赛场 现在比赛马上开始 左边的蓝色裤子弗洛尔 右边的黑色裤子格里耶夫 好裸拳拳击规则 现在比赛开始 一共是三回合 每回合两分钟 比赛一开始 两人就已经开始了短逼相见 没有什么试探 裁判警告双方 不准摟爆 格里耶夫后直前摆 率先出招 弗洛尔快速传击 两人忽悠命中 两人的近身拼拳摟爆 裁判喊暂停 但是格里耶夫打了一拳 裁判和他们说要听我的指挥 好比赛继续 哇 弗洛尔一个后手大摆拳命中 这个有点像偶摆 弗洛尔这几拳好像打这个后老的啊 两人在擂台边激烈的互换 这一波非常的精彩 弗洛尔的速度非常的快 短时间内格里耶夫有点招架不住 挺暴徒防守 两人共同打出了摆拳 弗洛尔是反架选手 哇 再来一波换拳 这才是第一回合啊 兄弟们 打的就这么激烈吗 我们可以看到格里耶夫的脸已经被打烂了 这场比赛可能会颠覆你对裸拳威力的这个认知 任何一记重拳都有可能让你皮开肉战 哇 格里耶夫的前手刺拳非常的快 拥有身高逼准的优势 精准的命中的弗洛尔 财板在给弗洛尔赌秒可见刚才那一圈有多重弗洛尔的脸也被打破了一会儿到不行就两人打的差不多但是弗洛尔因为有个赌秒所以说总分来说应该是格里耶夫占优好比赛继续但是时间还剩下15秒钟 哇哦 弗洛尔再次被中击 裁判给弗洛尔第二次赌秒 这也是非常的危险 如果说被赌秒三次以上就有可能会被终止比赛 7号第一回合的铃声救了弗洛尔 好 到了中场休息一分钟的时间 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第一回合的精彩慢镜头回放 无论是弗洛尔还是格里耶夫 两人在第一回合都是打的是皮开肉战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的精彩慢镜头回放 两人的幻拳和对勾都是富有命中 打的是非常的精彩啊 好 经过一分钟的休息 我们来看弗洛尔能不能缓过来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弗洛尔点的拳头往前压 很明显是不想和格里耶夫保持距离 哇 这部龙鞭的护冠速度值和力量值全部拉满 我可以看到弗洛尔完全从第一回合的颓势中缓过来了 这部龙鞭的主动经过性非常的强 护划了一个摆拳这一拳弗洛尔更加吃亏 coupling 开心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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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能够按一步往前压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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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把双方拉开 不乱的足够去命中 格里尤夫的牙套被打掉了 哇这个佛罗瓦也挺猛的 好比赛继续 哇这个级别的运动员速度真的快 你今天是没试过我 格里尤夫的前手刺拳再次大显神威啊 高手决绝攻防转换 任何一个失误将会改变战局 第二回合的后半段我感觉格里尤夫有点逆不从心 好第2回合时间到稍微总结一下在第2回合里佛罗瓦有一点打回来的感觉 那么第3回合就成了重中之重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第2回合的慢截头回放 就是什么 后来 可以说是弗洛瓦搬回一城 打出了自己的节奏 我也看到弗洛瓦的脸上被打得已经满脸的口子 当然格里耶夫也好不到哪去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现在开始 弗洛瓦再次采用第二回合的战术 往前将近打完就裸爆 不给格里耶夫任何的进攻空间 到目前为止 弗洛瓦相批地的打法也是比较奏效 换拳中 格里耶夫被重击 好裁判给格里耶夫独秒 5 6 7 8 下面比赛继续 弗洛瓦连续的勾拳几斧肤非常的重啊 第三回合裁判第二次给格里耶夫独秒 5 6 7 8 比赛继续 还有最后的40秒钟 看看到底谁能赢 弗洛瓦继续采用这个搂包式的打法 格里耶夫开始了反击 拳击规则下 弗洛瓦的打法完全正确 对手的身高臂展都是占的优势 但在观众的眼里却是缺乏了勇气 所以说现场的虚声不断 最后的10秒钟 格里耶夫的前手刺拳依然具有杀伤力 好比赛时间到 这场比赛我觉得是势均力敌 判给谁都可以 两人分别有两次独秒 就看第二回合判给谁了 好我们来看第三回合的慢镜头回放 这一波幻拳 格里耶夫也没有吃亏 格里耶夫最后的这个前职也打中了 兄弟们 你们可以预测一下这场比赛是谁赢 最后的判决结果 才办法胜利判给了格里耶夫 对于最后的判决结果 有些兄弟可能有些不服 但是不得不说 这场精彩的比赛 最终格里耶夫拿到了10万卢博的奖金 爱生活看格斗 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 别忘了点赞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纹身大光头 拿到了轻量级的冠军以后 直接较至了他的对手 而他的对手是DKFC中量级的冠军 两人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只要一见面 两人就会大动干戈 两个级别的冠军 双腰带之战 转足了眼球 比赛合同正式敲地 纹身大光头 叫麦克里奇曼 美国人今年38岁 身高174 臂展174 职业战绩18胜8负 他的对手 诺伦佐亨特也是美国人 41岁 身高191 职业战绩11胜1负 打这场比赛的时候 是七年胜的状态 好 下面的时间 我们就来看这场双腰带之战 李奇曼的体重 虽然说小一点 但是打这场比赛的时候 他应该是尊重了 当然差距不是特别大 随着铃声一响 比赛正式开打 BKFC裸拳 拳击规则 冠军战 五回合 每回合两分钟 纹身光头 麦克里奇曼 皮肤黑点的 洛伦佐亨特 洛伦佐后手拳打中 互换前手 埃克里奇曼是反架拳手 后手拳塞中 李奇曼组合拳打中 洛伦佐有点晃 李奇曼非常的稳 步步紧逼 两人换拳 互有命中 李奇曼再次压上去 哇 这个打得非常的激烈啊 兄弟们 李奇曼扬上去 连续的基辅 哇 有效 后手基辅 前手打头 大家可以听到这个拳头 打在肉上的声音 李奇曼的连续勾斧 现在有点效果 再次压上去 洛伦佐想防肚子 又防不住头 现在是非常的被动啊 哇 麦克里奇曼 一个上步把洛伦佐击倒 第一回合还剩下最后的20秒钟 看看洛伦佐能不能坚持 第一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几秒钟 比赛继续 哇 发生了什么 一个金箭大力转 洛伦佐哼特 一个精准的后手拳 直接把麦克里奇曼打挺 这个比赛真的是太刺激了 大起大落 裁判直接终止了比赛 医疗团队都上来了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曼金都回放 这个拳是怎么打中的 洛伦佐的脸都被打开了啊 就算影响了比赛 你看他现在还没有缓过来 这拳是被李奇曼的一个后手摆拳打中 洛伦佐直接就被打晕 你看 这个拳非常的重啊 但是他挺过来了 后来 洛伦佐的这个后手啊 有点像小摆拳 大家看仔细了啊 直接就打中了下巴 这一拳非常的精准 然后李奇曼就起不来了 躺在地下吹火的瞪眼 这场比赛教科书级别的力风翻盘 麦克里奇曼如果在第一回合后面十几秒钟 没有那么着急防守住了 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是另外一个结果 最后我们要恭喜洛伦佐 分特拿下这场比赛 拿到了双腰带 到目前为止 他仍然是BKFC的双料冠军 爱生活 看格斗 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 下期青彩 我们不见不散 下期青彩 LLC 。。 dirt